一口气看完火影中的所有绘图转生角色 绘图转生是钥匙都最得意的禁术 通过活人祭品作为容器 将已故忍者的灵魂从冥界召回化承受自己控制的魁力 此数由二代火影开发 大尸玩学会之后才传授给了钥匙头 两人狼狈为奸逃了不知道多少别人家的赌 才终于把这个忍术完美到了大成状态 几乎能将每一位绘图忍者的实力恢复到生前的巅峰状态 第四次忍戒大战中 对于施术者也是操控者的钥匙都来说 他不仅能命令自己的绘图忍者自主战斗 同时还能亲手上线操作 充算体验到了幕后执起者的快感 而且不知道钥匙都是故意还是有意的 整个绘图转生大军的祭品基本上都是木叶忍者 后来大尸玩复活 为了阻住他用白绝作为祭品也使用了一波绘图转生 不过这一次他站在的是钥匙都的对立面 两人加起来几乎召唤了整个人界有史以来能流明后世的精英强者 从各村营到派人 从普通高手到任助力强者引有进入 本期我们共整理出了56名惠图角色 供大家免费使用 下面我们就按个村营 小组织 任助力 以及各个村子普通高手的顺序为大家进行盘点 接下来就直插主题吧 首先是个村营 我们先来看木叶村 木叶村被惠图转生的引有四位 这四位是大射玩从死神那里卡巴的骗怪 第一位牵手铸 作为火影开天时期就挂在木叶墙上的传奇人物 他的英雄事迹成为了传说 被誉为忍者之神 不过驻坚真正展现实力之时 还是在被大射玩会土转生后 直到这时我们才疑惑如此之强的初代火影 到底是怎么挂掉的 而且他还是整个会土大军中为三 不受控制的苦补角色 是第一个让大射玩冷汗直冒的存在 担心自己随时被干掉 初代来到忍界大战战场之后 再次和宇智波班打了个天翻地覆 不过此时的班布光拿到了初代细胞 还开启了轮回眼 在这样的状态下 初代和班还是打了个棋逢对手 降与两彩 可见生前初代是比班强不少 而且班还明年 因为会土转生的关系 初代的实力比生前还是弱一些 并不是生前全胜的状态 第二位牵手飞坚 牵手飞坚死于第一次忍者世界大战末期 在和云影谈判的时候 被金角银角兄弟带着18名精英忍者为杀 虽然大家都好奇 身怀禁术多重领分身 掌握瞬移之术飞雷神 会会土转生 打不过还可以召唤大哥的飞坚 飞坚第一次被惠图转生是在大蛇丸发动毁灭木叶行动的时候 那时飞坚就展示出了海盾般的水盾术 最后被三代火影用尸鬼封禁封印 不过第四次忍戒大战时期 飞坚再次被大蛇丸转生出来后解释这是因为上次的精度不高 不然他怎么可能被封印呢 而事实也证明 惠图飞坚确实不是在吹嘘 整个战场上他秀的飞起 顺便还声明了一下自己的多项忍术专利 你在模仿我老爸吗 颜世烈二代火影叔叔 是四代火影在模仿我 二代火影大叔对我的影分身也很了解吧 影分身就是我创造的 是我的术 第三位元飞玉斩 元飞玉斩曾一度被誉为历代最强火影 因为开篇他一人就封印了初代二代 不过也因为使用了诗鬼封禁 最终与初代二代一起魂归死神入众 再一次登场就是第四次忍戒大战时期了 不得不说绘土状态的三代确实猛 摆脱了生前年老体衰的烈势 大手里剑影分身之术火拼六道带土 五顿大连弹之术印钢白绝阿飞的白手小火 难道三代火影是历代最强火影还真是真的吗 第四位四代火影郭峰水门 郭峰水门算是惠途转生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因为之前被诗鬼封禁封印的缘故 所以第一次大蛇王惠途转生他的时候失败 直到蛇叔骗过了死神 水门在死神度中偷偷练了17年的精神才终于有机会用处 还能有机会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并肩作战 他还知晓了九尾之乱那碗面具满的真正身份 虽然知道是带土之后他很伤心 但最终带土也喜心革命 这对身为老师的水门也是一种慰藉 临别之际又刚好是儿子明元的生物 水门元下了生前诸多的遗憾 接下来是其他村子的人 第五位三代蜂蜜 虽然被称为最强蜂蜜 可却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 同时还是杀银史上历代最惨的蜂蜜 他是被蝎暗杀身亡的 此后躯体被蝎做成了傀儡 其后大蛇丸在死缠烂打响 加入小组织之时和蝎交过手 我估计就是那时大蛇丸 趁着交手时偷了一些三代蜂蜜的材料 所以才有了之后三代蜂蜜 被他绘图转生出来的场景 不过尴尬的是 这相当于是三代蜂蜜的灵魂 跟自己的肉体战斗 气得他最后生了天 第六位四代蜂蜜罗莎 罗莎是在和大蛇丸合作的时候 被大蛇丸带着军马驴和钥匙 都一起干掉 之后大蛇丸就伪装成他的模样 带领沙隐村进攻了木屋 等沙隐村之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的四代蜂蜜已经开始招苍蜜了 不过我很怀疑大蛇丸 是不是老早就将他会投了出来 不然蛇组织研究经费哪里来的呢 毕竟这么大的组织 光靠大蛇丸一张嘴鱼又也不太现实 第四次忍者世界大战时期 会投状态的罗莎和自己的儿子 我艾罗还来了一场负责军 被我艾罗打败后 他意识到了曾经自己的错误 并告诉了我艾罗一切真相 他的母亲其实一直都爱着他 沙子之所以会自动形成护盾 就是因为母亲的意志一直在守护着他 这破开了我艾罗心中多年的心结 我艾罗不由得泪流满面 第七位三代雷影 三代雷影被称为最强雷影 掌控有最强之盾和最强之矛 虽然有那么点自相矛盾 但毫无疑问的是 三代雷影的实力绝对强悍 第三次忍戒大战期间 以一人之力大战万名忍者历劫而亡 可谓王者之姿 被惠途转生之后的三代雷影照样异常凶猛 战场之上横冲直撞无人可挡 隐隐带有羽之波斑的气势 最后被名人的一个分身打败封面 虽然这个战绩是有那么点不光彩 但这是要是多的波 说到底还是要是多的操作技术不行 第八位二代土影 二代土影是在第二次忍戒大战 十七与二代水影鬼灯换月同归于近日 相传他一生的绷带也是败鬼灯换月的真威暴威所致 两个人素来恩怨颇深 被惠途转生出来后 和徒弟大眼目交过手 最后被名人的祸心螺旋丸打败封印 但其实大家都没注意到二代土影的另一个能力 他可以分裂成两半 一半被封印了另一半照样可以继续活动 最后他还通灵出了惠途半 一只狗到最后与之波又控制钥匙都解除了惠途转生 他才灵魂升天 不得不说他生前能被鬼灯换月干掉简直就是意外 第九位二代水影鬼灯换月 鬼灯换月是出了名的战斗狂 虽然乍一看像个喜剧演员 长着小胡子还喜欢碎碎面 但是他真正认真起来是相当可怕 人界大战时期他的表现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毕竟其他人都是大杀四方 就他一人在操练忍者龙军 最后被我艾罗利用沙金高温融化冷却凝固的特性 将其困住封印 在被封印之前鬼灯换月高兴地称我艾罗为无意中的精神 并极度欣赏我艾罗与名人这个组合 看得出来鬼灯换月并不是老王父 接下来是小组织重人 首先是艺术二人组 狄达拉和蟹 蟹是疾风传中小组织第一个领和饭的 和小鹰千代一战之时 因为放水最后被千代杀死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临死之际的蟹还将大蛇丸的情报给了小鹰 其后要是都为了绘图转生 他花了不少功夫 尝试了好多次才将他绘图转生出来 不过转生出来的蟹连个傀儡都没有 也不知道钥匙都是怎么想的 大概就是跟着把小组织全员全部集起来 最后蟹被简陋王堪九郎嘴到升天 摆脱了绘图转生的控制 狄达拉相对来说戏份就要多一些 被绘图转生后 他才知道自己的终极艺术竟然只是炸了个劲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再来一次华丽的艺术 作为对艺术家的欣赏 钥匙都特别允许了他自由发挥 这让狄达拉还是有些感激了 以至于后来飞土对他威逼色药 他都坚决不说出钥匙多的位置 最后又控制都解除 绘图转生之后他才灵魂升天 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干掉作品 第十二位飞断 绘图飞断其实相当于是剧场版中的剧情 不过钥匙都对他比对些还过分 衣服都不给一件 可小鹰战斗士全被看光了 恢复神志后他气得破口大骂 当然真正的飞断其实还埋在头里 估计早就饿死了 第十三位角度 不死二人组中只有角度是真正意义上被灰土转生过 生前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 很多战斗都是靠着让人难以置信的不死之身完成棋系 然而忍戒大战时期不死之身遍地都是 算不得什么稀奇 加上角度的能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他就算拥有五个心脏 充其量也就是多了四个分身 对上门蛇二人组 朱鹿蝶三人外加幸运值爆表的天天还有一堆人整冤军 最终寡不敌众被压制 接下来就是病残二人组 长门和幼 这两人都是演员 走路让人服 干家让人服 得亏佑自己留在名人肚子中的后手 让他在关键时刻摆脱了钥匙多的控制 不然名人齐拉比被抓 这场大战可能就要在此画上句号 最后又用十拳剑将长门封印 还根据长门留给他的位置信息找到了藏在暗处的钥匙洞 完成反杀解除了多的绘图转生 忍者联军99.9%的敌人这才消失 当然是从数量上来说 最重要的在灵魂升天之前 又终于不用再隐瞒 把自己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了左手 还说出了那句 无论你如何选择 我都一直深爱着你 第十六位宇治波班 作为钥匙兜手上的最强王牌 惠土班是最后压轴出场的 这时大家才明白之前一直自称宇治波班的面具男 其实就是一个唯一男 连当年和班交过手的大野目都被他骗了过去 总体来说小组织就是班一致之下的组织 直到全员被灭的那一刻都还在朝着他定下的收集尾兽的目标前行 所以班也算是小组织的幕后主使 与逐渐不同的是班生前世老死 复活也在他的计划之中 只是超出他计划的是复活 他的是惠土转生 钥匙都为了控制住他在他身上下了不少狠火 最后又控制住钥匙都解除了惠土转生 班才彻底放飞自我 一路高歌猛进 连主角在他面前都是区区杀力 九大尾兽也不过是强壮一点的小动物 最后一举完成了终极目标无限阅读 可惜就在他自以为终于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时候 最大的幕后主使黑爵撕破了伪装 班惨淡退场 这时班才明白 他生前死后的谋划都是在为灰叶做驾驭 什么就是执法都是骗人的 后来灰叶被明左封印之时 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就将他拖了出去 最后的班带着遗憾和逐渐回归境界 接下来看看任助力小队 被抓过的人助力除了我艾罗被千代婆婆用几声转生复活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在第四次人界大战中被惠图转生 而且戴图还学长文的创意特意将他们做成了戴图六道 首先二位任助力游慕了 生前被脚勾和飞顿一断 被外道魔像西干查克拉而死 惠图转生后和名人与奇拉比交过手 在奇拉比的功劳下 给各位观众老爷献上了一波福利 第十八位三位任助力勾举史仓 史仓是雾影村的第四代十艺 这里我们放入任助力的分类中 由于雾影村让林惨死 其后便遭到了戴图的疯狂报复 水影史仓更是重点照顾对象 后半生基本上都是在戴图的幻术控制中渡过 他发起血污之力 施行极其残暴的统治 导致雾影村绝大多数高手逃得逃死的死 只差一步就要除名五大人村之列 最后其他高层察觉到的时候 雾影连参加众人考试的下人都拍不出了 史仓死后依旧还是没摆脱戴图的阴影 人界大战之时再次被惠图转生的史仓 依然处于戴图的控制之下 带着三伟和名人齐拉肚大战 最后和其他人助力一起被名人阻挡 第十九位四伟人助力老子 老子生前因为和图影大野目性格不合便离村出走 他以云游僧人自居 虽然翻译过来就是叛人 不过潇洒没多久便被鬼娇一个人打爬抓走了 后被外道魔像吸干尾兽查克拉而死 被惠图转生后精力和楼上两位一致 成为了戴图的配温六道之一 第二十位五伟人助力喊 五伟人助力资料不多 出场极少 不过他的战斗方式倒是挺特别的 在奇拉比的无限阅读梦境中 他可以如同蒸汽动力的火车头 一般在战场上以冲击的方式击杀敌人 生前被誉为蒸汽忍者 最后不知道小组织是哪位将他捉走的 被惠图转生后的精力和楼上三位基本一致 沦为带土控制的战斗工具 第二十一位雨高 也叫泡沫 水之国成年版佐助 性格傲娇 至于他的精力嘛就不展开细说 因为误会叛逃了乌影村 后来被自己的女徒弟疯狂追求 最后敞开心扉接受了一切 刚好还赶上乌影村换了赵美宁当领导 之前的误会也解除了 可正当他准备带着自己的女徒弟回村迎接美好生活时 佩恩来了 案本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刀啊 第二十二位七伟人助力福 角度的老乡 虽然是人助力 但是性格开朗渴望朋友 我艾罗从他身上看到了名人的影子 觉得他们都是一类人 所以我觉得福如果没被角度和飞断抓走的话 我艾罗应该会爱上他的 因为他身上有名人的影子 接下来就是杀影村的一些其他高手 第二十三位千代 千代是钥匙都在打算会吐些的时候不小心弄出来的 钥匙都也没打算要让他做什么 所以被会吐出来后 基本上就是让他跟一群杂奔打将的 也没特意去控制他 而千代婆婆虽然不知道是大蛇丸还是钥匙都复活的自己 既然不特意控制自己 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于是他在战斗中各种捣乱 比如直接告诉看九郎他们山交于毒性的弱物 最后因为无聊他干脆操练起了看九郎 毕竟看九郎打来打去就只有三班 对于一个傀儡师而言还是圆圆不够 第二十四位叶仓 杀影村美女忍者 也是火影中唯一的卓顿强者 生前为杀影村杀敌无数 立下赫赫战功 结果被我艾罗的老爹罗莎拿去给物影村泄分 以求换取和平 死得极其冤屈 所以被会吐转身之后的叶仓满腔目 一心只想复仇 可惜最后还是没顶住爱吐的左右 再想想害自己的人也死了 最后也算是再无遗憾 第二十五位大丸 大蛇丸和药师都转生出的失败品 因为很多强者死得太久身份信息不全 这才有了小杂兵们登场的机会 当时这一幕吓了忍者连军一跳 结果发现他们弱得可怜 于是大型认清现场就这样上演了 尤其还记得那位老婆过得很幸福的兄弟 由于杂兵数量很多 我们就盘点有名字了 大丸正是这群杂兵中比较强壮的一只 他是手居小时候的青梅竹马 从小就非常喜欢手居 而且青梅竹马只是大丸单方面正的认为 其实手居一点都不喜欢他 不过手居还是记得这个 曾经爱对自己恶作剧的保荡 只是大丸追求人的方式真不怎么样 生前不敢表白 被惠图转生出来才敢说喜欢手居 这话谁也不会同意啊 好在大丸也比较老实 被手居拒绝后还催着封印般赶快把自己封印 算是最省心的惠图转生者 接下来是木叶村 首先爱情歌阿司马 阿司马在前期的存在感并不强 老实说听到他是火影大公子时 不仅名人惊呆了 我也惊呆了 实在是看不出来 因为在地下市场被悬赏 三千五百万两还被角度盯上 至此沦为了计价工具 被惠图转生之后又和自己的爱童们战斗 为他们上完了最后一刻 在看见昔日红鱼女儿的照片时 也算是了结了心中的牵挂 最后寒泪被封 第27位日向日差 宁次的父亲 虽然他对宗家很是不满 可是在家族受到威胁之时 他还是挺身而出 替自己的组长哥哥赴死 用他的话来说 这是他唯一的自由 宁次战死的那一刻也是同样的感觉 第28位加藤段 刚守的初恋男友 段虽然死得早 可却掌握了一招恐怖的禁术灵化之术 灵魂出窍杀人于千里之外 秦也家的精神秘术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小额科了 被惠图转生之后 他就一直担心自己被要事都特别控制去大杀四方 所以刚出现在战场上 他就急忙让丁座等人用四子岩镇将自己封住 一直到惠图转生被解开 加藤段终于自由了 他才火急火燎地使用灵化之术飞向刚手 此时正赶上刚手查克拉耗尽 无力躲开雨之波断的攻击 好在断来的及时把自己的查克拉给了刚手救了太阴 还在精神世界亲了一下刚手 然后才深归那时去了 第29位游女曲根 游女曲根是智奶的同族哥哥 年少时期就因为自己体内的内米纪独虫 除了智奶这个朋友之外再没人愿意接近他 后来在团葬这个老鹰鬼探上了智奶之时 曲根主动代替智奶加入了根组织 之后凭借狠毒的能力 同山中锋一起成为了团葬的左膀右臂 高光时刻他还废掉了带土的一只胳膊 可最后的结果算是被团葬坑死的 没时往自己的手上伤了那么多锁 临战时才想着一把一把去开 这才导致曲根和山中锋都被带土抓走并用幻术困扭 带土向来就是很记仇的人 最后将他残忍掐死 扔给药师都让掩饰会图转生 会图转生后要是都也没在意他的能力 直接拿他当杂鱼对待 后来在战场上遇到智奶后被智奶打败风云 原本他还很担心智奶被自己的毒虫毒死 结果让他惊讶的是原来智奶当年分别之时 就已经开始琢磨怎么打败他 培养出了具有抗毒性的计划虫 最后取根感叹 智奶你还是老样子没变 什么事都喜欢留一手 应该叫有女留一手才对 第三是卫性 性是被左锦视为亲哥哥的人 两人曾在暗部一起训练成长 可团葬培养人的方法就跟乌影村的血雾之理时期差不多 毕业考试就是杀死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伴 两人只能存活一员 而性最后将活下去的机会留给了左锦 绘图转生后他看到了左锦最后的话之后 明白左锦并没有如同没有感情的工具一样活下去 已经有了关心自己的同伴 备受感动之下灵魂升天 放下了弟弟的牵挂 你又还地空了 第三是一位月光疾风 大概是因为练了透顿的缘 月光疾风总是一副黑眼圈 极度甚虚的样子 中人考试之时因为偷听钥匙都和马迹的密谋对话时被杀死 之后被钥匙都会图转生后一直留在身边 直到最后钥匙都才给了他一个去抠联军阵亡忍者尸体的任务 最后和昔日的恋人卯月吸烟交手 凭借意志力抵挡住了钥匙兜的控制 不忍伤害自己的心上 被赶来的封印般封印 第三是二位陈老师 陈老师原名陈宝君 曾是凯罪崇拜的偶像 只因为他掌握了一招极为强大的体树木叶龙神 但在第三次忍者世界大战中 因为他自己那个会体树的弟子被敌人用忍树换树残忍杀死 这让他深感自责 于是战后他便给自己立了一座坟墓 装死隐居 徒弟的死让他坚信没有忍树才能的人注定成为不了忍者 与其未来在战斗中白白牺牲 不如作为一个普通人好好活着 所以在小李请求他传授自己的体树之时 他始终不予理会 并劝小李不要当忍者 也许是宿命的缘故 在他被绘图转身之后 再次和小李和凯娇上了手 这一次小李凭借自己的实力破了他的木叶龙神 这让陈老师备受感动 小李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人者 他夸赞凯老师是一位好老师 了无牵挂后灵魂解脱升天 成为了为数不多能主动摆脱绘图转身控制的人者之一 接下来看看云影村 首先金角银角两兄弟 云影村唯一的两位派人 曾经因为被九尾吞进肚子中 结果两人不仅为被消化 反而在九尾的肚子中砍食了起来 被九尾拉出来之后就这样获得了九尾查克拉 两兄弟都能开启尾兽模式 可能也是这种力量让两人开始膨胀 最后布满二代雷影和二代火影结盟直接造反 杀死了二代雷影和火影 最后的结局当然是没好果子吃 云影就没出过能跑得出村的派人 被绘图转身之后 本两人还想依靠六道忍具在线威名 结果弟弟银角被红葫芦封印 哥哥金角被琥珀静瓶封印 最后又被带土扔进了一栋马桶 第三十五位特洛伊 云影村瓷盾强者 他能被绘图转身可不是意外 而是钥匙都特意转身的人者 他能瓷花对手 然后扔出带有相反瓷性的手里剑干掉对手 初次登场就把联军两个小兵下得够强 幸好名人大军之一赶来支援 一个丸子将其打飞封印 第三十六位前八位人助力福卡伊 其拉比的师傅 死因是大蛇丸潜入云影 并假装成他的专职医生 悄悄将他体内的八位放出 被绘图转身后 钥匙都给了福卡伊一只八位脚 所以他在没有尾兽的状态下 也能进入尾兽模式 这是八位的霸体状态 没有人认为其拉比会是他的对手 遇见他之后 连八位自己都让其拉比赶紧逃 这把钥匙都兴奋得不得了 结果没高兴两秒 福卡伊自己化成灰飘散了 因为他看见了其拉比的成长 看见了即使是任助力 也是能有真心对待自己的同伴 心中便在无遗憾 接下来是阎影村的惠图忍者 除了之前说过的迪达拉之外 目前只有一个掌握暴动的手 生前和迪达拉一起隶属于阎影村爆破部队 惠图转身之后被阎影的文牙队长干掉封印 可惜的是文牙队长居然简单地被叶仓干掉 接下来是乌影村 乌影村的惠图忍者不少 因为整个忍刀七人众都被惠图转身了出来 第三十八位逃地在部长 斩首大刀的第二任主人 生前一人就压制了第七版 被称为是单手擒过木叶六代人 吓哭摆豪乖利民 吊打英陀罗和阿修罗转世的恐怖男人 名人大桥上被名人嘴盾倒哭 死也要和白死在一起 所以白要是个妹子多好 和白一起被惠图转身后 与卡卡西带领的队伍交手 被卡卡西将他生前的心意当面告诉了白 傲娇得再不斩当场就急眼 结局还是如同生前一样 再次被老对手卡卡西击败 最后被封印 第三十九位西瓜山河童鬼 第一代忍刀七人众之一 也是大刀交击的第一任主人 是从凯的父亲麦特代手下成功逃生的男人 曾一度以保护村子经历的名义 让鬼娇成为屠杀同伴的利 只是到最后鬼娇发现这狗东西 竟然自己主动勾结外人 一气之下便杀了他 并夺走了交击 其后交击又落到了奇拉比手上 所以被绘土的西瓜山河童鬼战力并不高 也没有可用的武器 最后左锦一举封印 第四十位立宪创完 第一代忍刀七人众之一 复活后又和凯交上了手 第四十一位无离圣八 同样是第一代忍刀七人众之一 是暴刀飞沫的持有者 惠图转身后同利线串完 一起将凯和卡卡西逼入绝境 幸好最后长得像林的小美女忍者带来支援 成功将这两人击败封印 第四十二位通曹一二人 盾刀兜割的第一任主人 被药师都惠图转身后 卡卡西率领的第三部队交战 后背左锦用封印术 普世丹潭之术封印 第四十三位灵情与游吏 雷刀牙的第二任主人 生前被称为雷顿的天才忍者 黑除雷牙死后 雷刀落到他手里可谓是如骨天眼 但因为重病因年早逝 被惠图后和喜欢想太多的奥摩依交战 被奥摩依以自己为代价 引入了名坛之中 不过他反而喜欢上了奥摩依 临终之时将自己的双刀送给了他 放了根棒棒糖 并许诺会在下面等他 第四十四位鬼灯满月 鬼灯满月是鬼灯水月的清歌 其他人的忍刀都是他召唤出来的 不过满月自己倒是没有用到 全靠水化之术战斗 第四十五位白 大家最熟悉也是最遗憾的少年 对于他就不详细介绍了 生前将自己当成在不斩的工具 未给在不斩挡住卡卡西的雷切而死 临死前还因为自己打不过名人而自责 被惠图转身后终于知道了在不斩的心意 眼含泪水满心感动 第四十六位终极 在剧场版火之意志继承者中 终极拥有名盾的血迹陷阱 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仅仅拥有一些感知能力 存在感极弱 以上就是来自五大村极小组织的惠图人者 最后再来看看其他小村的 第四十七位君马驴 君马驴生前是鹰人五人重之神 拥有血迹陷阱势骨脉 完美掌握大蛇丸的地质骤衣 原本是大蛇丸最喜欢的容器 因为它终于可以从软骨头变成硬骨头 可惜的是君马驴竟然换上了 它和钥匙都都没法治疗的重力 最终在和我爱罗的战斗中并发而亡 连我爱罗都觉得君马驴死得可惜 惠图后君马驴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 连岸本老师都想不出来谁能收拾它 所以君马驴东挡西杀 一时间杀得忍者联军节节败退 一直到又成功偷家解除惠图转生他才灵魂生天 下面是鹰人四人重 不得不说钥匙都对大蛇丸 曾经这些老部下还是很有感情的 虽然他们当年的实力即使开挂 也就勉强达到上连机 但要是都还是将他们全都复活 把他们定点投送 还怕他们搞不过木叶小强呢 特意为他们设计了黄泉转身之术 这个结界与外界完全隔绝 而且还把鹿丸 钉刺 钉刺和牙的灵魂全部拘禁到灵魂 在结界内即使四人中一直输 也能早晚把木叶小强们耗死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鹿丸 他的智商再次帮了大毛 他知道名人可以感受恶意 他不断用言语挑衅 这叫四人重恨的牙根都痒痒 名人也捕捉到了 这来自黄泉的恨意 锁定目标 一顿丸子盛宴打他结界 成功地救了木叶四小强 第五十二位伴藏 年轻时被誉为半神 是和平大使到处嘴顿 老年后喜欢争权夺利 和团藏连手破害小组织 还沦为了怕死的胆小鬼 最后被佩恩寻上门复仇杀死 再次被惠途转身后 又和三船交手 年轻的时候 伴藏嘴顿过三船 而这次伴藏先被三船的居合斩打完 而后又被三船嘴顿输出 这就是给人家一拳要防备别人一脚 嘴顿别人的人早晚也有被嘴顿的一体 最终伴藏找回了曾经的初心 切开自己腹部的毒囊 以不控制自己 无备要事都操控 直到被封灭 第五十三位瓶刺 它是山交于伴藏小弟的小弟 自称是躲雨的瓶刺 后来都本来要用绘图转身召唤伴藏 结果却把它召化了出来 成为惠图转身的失败品之一 它的能力是卷年之术 其实就是释放绿色烟雾 能遮住人的视线 第五十四位宗教 曾经火之寺主持地禄的师父 也是惠图转身的失败品 不过小老头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差点就破开了三代雷影的封印 将其放了出来 结果背手据发现秒成扎后被封印 第五十五位戴刀 唯一一位惠图武士 实力不弱 生前是比之国在此之国的少主的户 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和平相处 戴刀是在歇灭掉此之国的时被歇索杀死 被惠图转身后 在名人的口中得知比之国的少主 已经搞定了此之国的公主时 便满脸欣慰 再无遗憾摆脱了惠图转身 第五十六位玉太 其实玉太才是名人的第一个朋友 不过那时的玉太就已经是惠图转身的状态 他是大舍晚早期做惠图转身实验时 投放到木叶的实验品 玉太出生于一个能控制天气的家族 他们家族成员经常以为其他村其余而生存 玉太的能力是家族中最出色的 可惜患病因年早逝 被惠图转身后和木叶小强们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封印掉自己在小强们心中的记忆 一个人孤独游荡在忍戒几十年 直到第四次忍戒大战才和小强们再次交手 让他们再次记起自己 这次他也终于原下了自己的梦 心中了无遗憾之后终于得以灵魂升天 总之以上就是火影中的所有惠图转身人者 共计56位 如果有遗漏的话欢迎大家补充说明